她不管了,为了她的颜面,今天必须要宰了这个贱女人,又是一巴掌,上官宁心直接被打愣了,这回云南月没有把她踹下去,而是当着众人的面,单手掐住上官宁心的脖子,把她举到了半分钟。 陆泽谦,我若是杀了你的宁心妹妹,难可会心疼? 南月做什么都无妨,一切由我。 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杀了你上官宁心,也无所谓,有她陆泽谦在,就算是造反,她也陪着。 这天,这天,云南哥? 生意中水化四季,失去意识的上官宁心又落入了水里。 世尉们偶偶跳下去救人了。 后眸冷冷地看着水中扑腾的一群人,面纱下,林南月开口了。 三日后,被五十万两送到陆府赔罪,过世不后,你们,你们欺人太善, 真当我上官家怕了你们不成 谋杀大小姐又敲诈勒索 我要去告官 何事这般吵闹 敢惊扰了王爷尊驾 王爷 还请王爷给草民做主 他们陆家欺人太甚 伤了我们家大小姐不说 还要敲诈上官家 请王爷明见 回王爷 是上官姑娘动手伤人在先 杜磨出于自保不得为之 将人带上船 王爷有令 你你你 还这那个半死不活的人都上船来 三个你 一个上官家告状的嬷嬷 一个陆泽谦 另一个是被他护在身后的云南月 半死不活的 您那指的是昏迷中的上官宁心呢 王爷明见 我家小姐兄弟善良 本要关心大公子的安危 可谁知那野狐狸精 信神嫉妒 欲要杀了我家大小姐 回夜王 此事与他人无关 是上官小姐与在下之间的恩怨 陆泽谦没有提及云南月的名字 他仍将他护在身后 阻挡着某人的视线 你呢 有什么话想说 一句问话在别人看来 是问和上官宁心之间的争执 可其实不然 没有他的准许 私自离开十八楼域 说他死了八年 捕灰被养了 现在更是和旁的男人死混在一起 辱骂他是狗逼 云南月 本王倒要听听你如何解释 回王爷 你叫本王什么 你的声音很合本王胃口 告诉本王 你的名字 他叫他 吃 吃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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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